穿着黑西装外套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英国女王驾崩后 也亲自前往大使馆签名悼念部致哀 美国联邦机构将办其致哀 总统拜登9号表示计划亲自参加英国女王的葬礼 白宫团队已经在做准备 而俄罗斯总统普钦则是不会到场 日本政府则安排日皇德仁出席女王国葬 地理连结情感让法国总统马克宏 缅怀女王对法国的感情 德国总理肖子表示加入哀悼行列 国会默案一分钟 曾被英国殖民的国家印度 报纸头条版都是女王 总统许多国家官员和民众都对女王逝世表达哀悼之意 尽管俄罗斯和英国关系目前不是很好 但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不少民众献花致哀 联合国总部也将半期 秘书上表示会永远记得女王的认真领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英国新任国王查尔斯山三世职宴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英国首相特拉斯职宴殿 亚洲方面不止中共主席习近平向英国新王查尔斯联系慰问 在时候的英国大使馆也降下半期 南韩总统迎习岳亲自前往致意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 十天后于新闽市举行 最后下葬于温莎城堡圣乔教堂 王威继承理事会在伦敦的圣詹姆施宫 进行新国王的公告发布仪式 新的王楚威廉会出席 查尔斯新王则不会 TVBS新闻和家长张启云台北报道